中美的汇率大战再起了 美国参议院将在台北时间的明天早上 要进行对人民币法案的最终表决 人民币在今天盘中再创新高 一度呢升破了6.35元 刷新了2005年7月汇改以来的新记录 至于亚洲货币也跟着全面走强 新台币在盘中升值超过两脚 最后是以30.348对一个美元作收 今天就升值了1.45脚